刚刚我们讲到 专家们费尽心思 也没能找到大连工厂里 那箱甲骨片的主人 就在专家们一戳莫展之际 一个叫罗继祖的人 突然出现在了天津市政府 罗继祖 是当时旅顺教育局的一名科员 他听说 大连发现甲骨的消息后 立即欣喜若狂的感慨 他说 这箱甲骨片 有可能是他爷爷的 罗继祖带来了一本 由他爷爷罗振玉编撰的 音须书器考试 里面都是罗家所藏甲骨的踏片 经过比对 铁箱里的甲骨 竟然和书上的踏片 一一吻吻合 这箱甲骨的主人 终于找到了 可是这个罗振玉 到底是谁